国际焦点俄乌战争延宕超过两年 为了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 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经援乌克兰 最近还提供乌克兰F-16战机 不过乌克兰一架F-16战机最近传出坠毁 美方官员指出事故原因疑似是人为失误 不过乌克兰对此否认 甚至有媒体报道是遭到友军爱国者飞弹给击落 引发了国际社会关注 两架F-16战机划过天空 乌克兰几周前终于接获美国制的六架F-16战机 在俄乌战争中被寄予厚望 不过一架乌克兰F-16战机 在抵御俄罗斯大规模空袭时坠毁 根据乌军总参谋部 有四枚敌军飞弹被击载武器击毁 梅斯驾驶战机在接近下个目标时失联 随后坠毁 顺职的飞行员梅斯绰号越鱼 潮在媒体现身并曾访问华府 游说美方军援乌克兰F-16 其实26号的交战是乌克兰首次证实 F-16战机被运用在战场上 F-16战机坠毁对于乌克兰是沉重的打击 因为除了缺乏战机 乌方更缺的是会驾驶F-16战机的飞行员 目前搜寻过的飞行员甚至不到20人 另外美国国防官员表示 这起事件看起来不是俄罗斯的攻击造成 推测是飞行员失误或是机械故障 然而乌方却否认这个说法 一名乌克兰议员则透露 这架战机是因为部队间的协同配合问题 而被爱国者防空飞弹物极而坠毁的 乌军因此极力弹化此事件 记者综合报道 大陆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爆红 游戏当中出现的旅游景区 也跟着爆发观光潮 尤其是山西景点小溪天 人潮暴增三倍 牵手观音紧闭辉煌 大陆爆红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 百分之百完美复制 重庆大族十颗园区 无望多尊十颗浮象 福建泉州的开园寺 真实世界和游戏中也长得一模一样 更别说游戏中三十六个场景 二十七个来自山西 一比一复刻吸引大批游客涌入山西 到处人山人海 在小溪天景区内 游客漫步其中 无不被那巧夺天空的艺术作品所震撼 山西景点小溪天爆发观光潮 暑假期间门票订单翻倍增长 超过七万名游客到访 比去年同期暴涨三倍 比过年还热闹 每天三午十一点到下午连点 客流量先对较大 我们景区工作人员全天候接待 突如其来的旅游人潮 让工作人员心甘情愿放弃午休 还花了三天三夜赶工 完成巨型孙悟空雕像 而进城的司徒小镇则祭出大优惠 让游客报销高速公路过路费 再送上一片片西瓜消暑 浙江沥水的仙都景区更有创意 凭借游戏第四回合的通关截图 就提供免门票优惠 强攻玩家添命人市场 黑神话悟空掀起空前热潮 连深圳消防员也参与卡 在AI打造的未来科幻世界 只要有危险拨打紧急求救电话 消防员就会出动守护各个天命人 云南昆明公安也变身悟空 穿上盔甲戴上紧箍咒 保护人民安全 记者吴江综合报道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KSRoyal Care 感谢二关іє 握一下 心脏适肌 好气色 因为终于 宇宙的水分 优优独播剧场 想法 支持你 优优独播剧场